12月14日 24时 新一轮成品油条价窗口开启 国内油价迎来四连跌 起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 125元和120元 随着国际原油一路矿跌 在此之前 国内成品油价格已经连续三次下调 汽油雷价格已经连续三次下调 累计涨幅由下调 前的1430元每吨降至5元每吨 柴油累计涨幅由1385元 每吨降至10元每吨 以基本回复全年涨幅 回到年初水平 在经历了短暂的8元时代后 全国多数地区92号汽油 降到6.7到6.9元每升 在本次调价后 更多地区的92号汽油 进入6元时代 尽管俄罗斯和OAK已经达成一致 将OAK加的减产协议延长到2019年 从明年1月起美日减产 要20万桶 加拿大也表示加入减产大军 随后 沙特还表示将大幅削减 对美国的原油出口以支撑油价 然而全球原油需求的批转 以及市场对减产效果所持的怀疑太多 使得本轮成品油再次下调 这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对于炼油厂来说却不是件好事 目前国内成品油行情一切建立 原油库存高 链厂压力大 价格太便宜 我国原油进口量大增 地链厂成品油库存猛涨 今年前三季度 国际原油一路上涨 布油一度逼近90美元每桶 到了10月 布油和美油急转之下 目前布油已经跌至60美元每桶水平 美油跌至51美元每桶 在油价暴跌的同时 我国加大了原油的进口 今年10月 我国的原油库存增加了2909万桶 环比增长416.71%的原油进口量 也持续增长库存量 也持续激增相对应的 地方独立炼油厂也在大量买入原油 随着炼油能力的持续增加 地炼厂的炼油量也高于正常水平 除此之外 国内成品油销量放缓 也是炼油厂库存保持高位的原因 今年前三个季度 我国汽车的产量和销量的增速 仅为0.8%和1.5% 加上以天然气和电能为代表的 可替代能源的广泛应用 国内的汽柴油需求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这使得炼厂库存压力明显 中海游汇州炼厂有异象出仓甩货 华东、华南部分中石化单位 也已经暂停卖采来消化库存 我国成品油供应过剩 法国加油站却无油 目前我国成品油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 随着国内产能的集中释放 电化行业将进入扩张期 这将导致成品油产量持续提升 且增速不断加快 供应过剩将是常态 与我国不同 法国今年以来油价飙升了近20% 柴油价格上涨了23% 柴油价格一度涨至1.74美元 12元每升12元每升 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价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打算继续增加燃油税 以旅行巴黎气候协议 导致法国国内抗疫活动四起 出现了600多座加油站 无油或部分缺油的情况 迫于无奈 马克龙宣布暂停加税 柴油价格才降至11元左右水平 相比之下 我国6元每升的油价已经很良心了 大家觉得中国油价算便宜吗 关注金石数据头条好 在hib度迁与 老 mettre 您可达